实际回到2022年11月1号的下午3点 也就是1500这个时间 当时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做什么呢 我们实际翻了翻当初的媒体联络群组 上头写着 1号柯文哲市长无公开行程 挥挥手跟媒体说拜拜 那所以你私人行程去见了谁呢 此时此刻最争议的时间点 绝对就是2022年11月1号 如果柯文哲Excel档上写的是时间又是小沈 所以你是去见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吗 下午3点跟省清晶碰面的话 那如果是这样 那柯文哲的这个联阵系统应该要登录啊 这是柯文哲讲的公开透明啊 1500这四个字的解读有很多 若真的是行程 实在是很难想象柯文哲自己在Excel档上 输入这样的行程 实际询问过去柯市府幕僚 他的行程根本不是用Excel来登记 而是Google日例 我们都是使用所谓的Google行事例的平台 那他个人手机里面有APP可以自己看到自己现在的行程 不太可能会使用Excel档额外再去记录 跟他过去的使用习惯是不太相近的 实际去了解Google日例几乎是政治人物的爱用软体 因为可以有好几个权限 让幕僚团队方便管理行程 而本人也能查看更改 不过柯文哲恐怕不晓得 用Excel记录过的事情都能够被恢复 也都保有记录 电脑有做过的事情都可以 可能可以做复原 但不一定能够复原完成 不管是Excel Word或者是你删除 或者是不小心损毁的档案 都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只是不管1500是金流或是时间 2022年11月恰逢县市首长选举 见了谁收了什么都很敏感 我们也合理怀疑说在金华城案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黄珊珊 是不是在其中呢 有拿其中的一笔款项 而用在2022年的大选呢 一个1500各自解读 不管哪种解释 全都鉴止柯文哲 应该说清楚 讲明白 东森新闻 陈上宇宿时节 台北报道